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 星期四早出席第十四屆 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 關係到中國對外政策備受宗務 當局提早一小時開放中外記者入場 全場坐無虛席 王毅先簡短講中國的外交方向 再回答記者提問 觸及中美關係、台獨等議題 他指出拜登在去年中美元首會晤的時候 曾經承諾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打壓中國發展 但美方並沒有真正對現成怒 打壓中國的手段不斷花樣翻新 單邊制裁的清單在不斷延長 欲加之罪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美國如果總是說一套做一套 大國的信譽何在 美國如果一聽到中國這兩個字 就緊張焦慮大國的自信何在 又在回應美國國務卿參賽單論的時候 強調所有國家都應該有權平等參與國際事務 另一方面 自從台灣年頭確定繼續由民進黨執政 外界認為台海局勢已經升級 加上近期金門海域的喪船事件 加劇兩岸緊張氣氛 王毅就重申一個中國 在國際社會普遍共識 台灣島內誰想搞台獨 必將遭到歷史清算 國際上誰要縱容支持台獨 必將引火燒身 自食苦苦 我相信大家遲早會看到一張 國際社會遵守一中原則的全家府的照片 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他其後回應耳巴戰爭 南海主權等問題 重新和平立場 不過未有透露具體行動或勝出 請訂閱